朋友们雷克萨斯ES300这台车它到底好不好呢 其实在网上对于这台车的评价是有好有坏 很多车主呢都觉得这个车还可以 但是很多没有买这台车的就觉得 30万买这个车简直是炙烧税啊 那么你们怎么看这台车啊 说一下我对这个车的一点看法 其实我觉得这车哪里都好 就是以前它的价位太高了 虽然说它现在也降价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高 它裸车20万左右我觉得特别合适 比凯美瑞嘛贵个几万块钱 可以理解 其实这台车还是有优点的 2.0自然吸气CVT变速箱 高配2.5混动 其实质量油耗保值各方面都还不错 我这个人并没有那么极端 我不会只说它的坏不说它的好 其实很多网友觉得它不好的主要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以前它要加价 你不能说仗着自己质量可靠 油耗不高 然后又是进口车 你就还加价是不是 本身29万多指导价都已经比较贵了 你还要加个两三万 那低配落地都30多万 30多万我不该去买个什么 3系或者是A6这些级别的车吗 再不计我买个凯迪拉克CT6 也比你这个车好太多呀 不要动不动就拿油耗来说事 你都买30多万的车了 百公里多那么两三个油又怎么样呢 这级别也不一样呀 对不对 安全性能这些不考虑的吗 你可以说我买个几万块钱的车 我不考虑这些 但是几十万的车 我觉得还是要多少考虑这些问题 你看这样30万的车 你看他的前悬架用的是什么 麦夫逊式的 基本上和凯美瑞没啥区别 而且这个车还是ES300H 当时的落地价格是40万左右 如果说是我买的话 我宁愿买这个雷克萨斯IS300 我也不会买这种ES300呀 那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你们看一下他这个后悬架 这个ES300H 40万左右的车 他这个悬架说实话 和十几万的我觉得没啥两样 你看下30多万的凯迪拉克CT6 或者是宝宝5系这些后悬架 完全就不一样啊 你们觉得这台雷克萨斯ES 它怎么样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群留言 相比之下 你们觉得我们家这台 落地28万的凯迪拉克XT4怎么样呢 除了油耗高点 我觉得其他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大家可以在此看下来 就是这个buat口的凯述